2022登記的啦 2月11 啊 19 人在一起多久啊 應該兩年有 哦 欸 我真的有感情了嗎 每次問你 我問你 我問你 你問你感情就說 隨緣隨緣 隨緣隨緣 我問天理 我問天理 然後咧 那時候有求婚嗎 有啦 之前有 還有堅持嗎 有有有 那求婚的狀況可以講一下嗎 就找幾位好朋友來吃飯嗎 然後就這樣子 突然間給她一個驚喜 哇 你這叫她什麼 Emily 朋友介紹的 那你怎麼會看上她 不是 她怎麼會看上我 因為她很善良啦 然後就 就單純 她精怪 好像我一開始 是我比較有感覺 我比較喜歡她 她喜歡你什麼 就是善良 友好啦 因為怕她覺得你很無聊 欸 說實在話的 她還真的覺得我很無聊 沒有啦 看能不能 一舉得雙胞胎 哇 我也老大不曉了 我媽等太久了 真的 然後 我又很喜歡小孩 你有沒有已經開始在說了什麼 沒辦法啦 最近這麼冷 可是今天滿熱的 今天可以 今天還熱 那我今天回去試試看 如果真的就中了 就是因為你們說的 喔 真的很想要有一個生肖是跟我們一樣 如果要脫寶寶的話 最近要非常多 你要可以再多一點錢 不包紅包給師兄嗎 對啊 包紅包嗎 不要啦 利友哥有要驗客嗎 沒有 利友哥沒有要驗客 那 喂 沒有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可以 趕快收到利友哥的好消息 所以我包紅包可以包給他的小孩 有計畫嗎 沒有 我真的如果休息 真的都喜歡待在家 但是我現在 慢慢逼自己 會開著車 去走走啦 可能先從台灣把本島 讓自己習慣會走出家門去玩 那你有哭嗎 原代話 我幹嘛哭啊 我就算哭也是起極而起好嗎 歐媽最開心的說 哇 終於擺脫 終於擺脫 因為我這個 北文女友的部分 每次我媽都會跟小朋友講說 欸 這樣北文到底要不要再跑 我怕我怕我怕 這樣一些 都沒去 對啊 因為利友哥也就是 桃花一直都被我擋了滿多年的 最開心的也是金金啦 接下來你看你也 你也開始好了 換我換我 很多粉絲都說 側面很像 他們以為也是龍配彈 對啊 我跟你說真的超多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很多人說 側面很像我 或是長得很像我 然後還有人說 為什麼不是謝金金 對啊 然後還有很誇張的就是 有人直接私訊我說 恭喜恭喜有情人終成眷屬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結婚的是利友哥不是我 然後他還問我 為什麼 當然